作词 李宗盛 万物都成了点缀 回忆的眼下又烟双飞 谁的心事又飘到尊贵 沉迷雨如夜 来与你同音悲 余生最后一生陪 山呀 水呀 在我一生清晨 风呀 雨呀 你是浪漫春花 如星如月 愿你无恙 我为她飞死了 我在你身旁 似呀 公呀 为你辗转无常 荡雅 攀雅 为我听众目光 亲自一起就能放 有你此生才不忘 妙妙 你们俩 谁也都别争了 此事既然没有定论 我再住宋家也不合适 妙 当然 住裴家就更不合适了 我要回沈缘一趟 大人 妙 你听我说 裴大人说笑了 并非玩笑 这个孩子说明 你我缘分未尽 为啥不可重新开始 裴大人来找我之前 所在何处 你都知道了 我在京城 求圣上降下旨意 让我 别说了 裴大人 是才或许是我没说清楚 倘若这孩子不是你的 也就算了 倘若这孩子是你的 也与你无关了 我会对这孩子负责 我答应过你爹 答应过你的 不必 沈家与我 都不需要这份责任 就此告辞 妙儿 放开 妙儿 松开 沈家与我 我要让苏熙愿看出 父亲我 走 走 走 公子 咱们不追夫人群马 不解决掉裴燕真 追也是治标不治本 母后 您怎能做出这种事情 堂堂御邻居 在皇家驿馆 公然刺杀朝廷大臣 这是要是传阳出去 您让儿臣颜面何在 想不费吹灰之力 就让哀家与你离心离德 这裴燕真 当真是好本事啊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 皇儿 你怎么不想想 倘若这裴燕真 真的是清清白白 他为何要在身边 豢养绝世高手 十几个御林军 一个都没有活着回来 他的用心 你还看不明白吗 母后 去岁两回遭水患 潮湿不断 舅舅连续三个月 向朕索要巨额银两 母后倘若有心 大可去约束一下秦家 为何总要去纠结于 裴燕真的身世呢 母后见了 儿臣口不择言了 哀家知晓 你一直不满 你舅舅把持朝政 可你想想 若非是他 你岂能坐上这皇位 国库空虚之事 哀家意知晓 今日把你叫来 就是为了此事 来人哪 把人给我传上来 草民宋席院 见过陛下 见过太后 宋席院 可是宋级山行的家主 审氏的新夫君 正是草民 皇儿 这宋三可是忠心耿耿的 他把他们家宋纪一年的引力 全都捐出来了 来看看 这是单子 能为陛下效劳 是草民之幸 对了宋三 哀家听闻最近府上有些趣事 不过都是些家事 怎么敢劳烦太后操心呢 正巧了 这宫里有个 善于妇科的太医 要不让他随你去灵州 替尊夫人 枕上一脉 或许真相 就水落石出了 那么 就谢过太后了 放心 哀家总归是 站在你这一边的 自画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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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律佑 这葡萄铁 再帮我拿两串 多吃葡萄 对孩子皮肤好 不过这孩子 到底是谁的呀 上至灵州知名大夫 下至沈元私家名医 个个都看不明白的事情 我哪知道 不过我觉得呀 阿律佑也别烦了 走陪送两家消停之后 再想办办吧 那怎么能行呢 这毕竟是 咱们沈家的血败呀 苗儿 万事还有爹爹 这宋西远 要是愿意认呢 咱就跟他过 他要是不愿意认 合力回家 合什么理呀 我跟你俩说啊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合力开玩笑 你想让苗苗 一辈子当老姑娘啊 你何不可 我想过了 我这辈子做米虫 是没什么希望 我也指望不了你 我只能靠自己 爹 你不是说 那个绸缎庄子 缺个掌柜吗 觉得我还怎么样 不怎么样 苗苗 你已经是怀着 大肚子 要当娘的人了啊 从明天起 哪儿都不许去 老是在家待着 安心养胎 那我这不是受罪吗 那我还不如 再送家呢 我回沈家干嘛 女人生孩子 那是要过鬼门关的 从现在开始 你就得做好准备 对了 等孩子生下来之后 咱们算算时日 自然就知道 孩子是谁的了 要当娘的人了 别乱跑 好好待着啊 爹 你说话呀 叫爷爷没用啊 我也没生过孩子呀 你这不是深情的呀 我跟你说啊 以后后宅之事 就听你小姨娘的 爹 哎呀 爹 苗苗 你就听话吧 小姨娘 哎 哎 拾不得公主 你不能静啊 闪开 就你也配拦我 点真哥哥 你怎么样啊 公主殿下 裴大人受了伤 刚换了药 正在休息 莫要打扰 好端端的 怎么会受伤呢 不是去宫里 求我皇兄止婚吗 不会 是被我皇兄打的吧 止婚 公主误会了 裴大人她 裴大人到底怎么了 你又是谁 看你这打扮 应该是个小小护卫吧 本公主倒想问问你 你是怎么保护她的 让她受伤 我小小护卫 放肆 本公主面前 别敢自称我 还不下去领罚 你这侍卫 还不跟你下去 佩颜真 这下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你自救多福 颜真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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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要成婚的人了 你有什么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吗 成婚 你此次去京 不是为了做驸马 你这伤 不是皇兄母后舍不得我 给你打的 颜真哥哥 你伤害未遇 需要静养 承莫公主错案 裴某上京 是为了找陛下收回成命 裴某对公主 从头至尾 没有一丝情意 是因为沈庙对不对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是这样 他还在纠缠你 公主 此事与沈庙无关 你莫要找沈庙再生事端 上次在竹林还不够吗 好 裴眼珍 你迟早会后悔的 好家伙 这失恋的女人 比武林高手还可怕 展约 快帮我背马车 你都这样了 还要出去啊 九公主信自己 我帮她闪妙儿 又生事端 嗯 皇儿 你觉得那孩子是谁的 回禀母后 儿臣不是大夫 无从判断 不过沈庙子女 负得有失 仅凭义己之力 让临州城两大名门 陷入如此可笑风波 理应重罚 不错 可是皇儿忘了前朝陆家吗 那沈庙腹中之子 就是沈禄两家的继承之人 难道你不觉得 这裴眼珍的用心 不止于亲缘吗 可若如此言之 宋喜远入宫献礼 不也是小人之卷 他与沈庙前合 也未尝不是为了利益 那这样吧 皇帝跟哀家打个赌 看看萧太医的诊断结果 究竟如何 若这孩子是宋家的 那么宋喜远财力雄厚 为人机密 又可以裴眼珍匹敌 取代之 成为皇儿的良将 那 倘若这孩子 是裴眼珍的呢 那就把他们 沈家母子 接近宫中照料 取裴眼珍高官后路 做皇儿的 左膀右臂 就姨母后所言 你来得正好 我们正在说 我们正在聊 妙儿孩子的事情 岳障大人说的是 裴眸与妙儿的孩子吗 你可别得意得太早啊 陛下特意下旨 请来了妇科圣手 萧太医 这孩子究竟是姓宋 还是姓什么 其他乱七八糟的 今日就有论断 是沈怎么不长眼啊 对不住 对不住 沈亮 公主 你 你堂堂大家闺秀 你 你 你小点声 别把我一娘找出来了 谁 谁跟你尼亚娃的 我可是公主 还不快点扶我起来 好好好 慢点 慢点 是 公主殿下 那你来我家 有何不可以干呀 本公主 倒是想好好问问你 你和裴眼珍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两个男子 都同你有肌肤之亲 公主 你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可是有先后的 我不管 反正 孩子不能是裴眼珍的 否则 我和你没完 你放心 你们二人都要成婚了 不会给你们添堵的 又怎么了 都怪你 眼珍哥哥不愿意娶我 此番日如今 将婚事给退 我都怪了 什么样 你就是个狐狸精 红颜祸水 好 好 我是狐狸精 我是红颜祸水 好了吧 你别哭了 你别再哭了 一会儿人都 你别 你别叫人关心我啊 跟我躺进了 咱们俩的事 还没完呢 行行行 沈妙 你做什么去 逛街啊 我也去 谁知道你是不是趁我不在 又去勾引我的眼珍胳膊 前面带路 沈老爷 沈氏他 小太医啊 我看你也是爱茶之人 怎就喝一口就不喝了呢 我这可是八年沉的西洋毛筋啊 多喝一口啊 你要趁热喝才能喝出这其中的各种滋味 你再尝尝 看看醇厚不醇厚啊 好好好啊 味道如何啊 好好好 好喝啊 好喝咱们再续啊 你搞什么玩意儿啊 会和我来这儿的时候都没有这个阵仗 公主 我可是沈家大小姐 这些都是我家的产业 我关节当然与别人不同了 真得死 来 带你看看我们家的店啊 这是我们家的 大小姐 审计米航 来 再换一家 去前面那家 走 你没钱 请 这个 这个挺好看的 是的 你来你来 我帮你 这个 这儿 这个好看 再给我一个 这儿 把这些布料全部都做出来 送给公主 真的 哎呀 今日真是通体熟畅呢 过两个日啊 再上了新的料子 我再去寻 好 等开春了 我也要在别院设宴 让皇兄给我寻几个好的厨子 做几桌大菜 也让你这个土包子开开眼 好 一言没定 一言没定 那下次逛街你还要叫我 没问题 我跟你说 妙妙 妙儿 不是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审师 你可执罪啊 这位大人 您是 老夫乃姓林圣首 三朝国义 今奉天子之命 为你诊断腹中胎儿 生腹之脉 你可倒是好啊 是圣命于无物 实乃是目无尊上 轻狂之至 萧太医 既然 夫人已经回来了 那咱们就别拖沓了 陛下和太后 还在等着您复命呢 是啊是啊 过来坐下 苗儿 快坐下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鲜霉 一个肚子 比那玉玺还紧贵 九公主 你再次坐肾啊 还不快回去 你这腹心汉 本公主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沈庙 好歹也算是我的酒肉朋友 我一要瞧就瞧 跟你有什么关系 嗯 敢问这位姓林圣守大人 请问您有结果了吗 笑话 老夫整过的孕妇 比你吃过的米都多 区区一个怀孕时日问题 还能难得住我 那您说说 我这身孕到底几个月了 三个月 不是 你们这眼神什么意思啊 三个月 那到底姓裴 还是姓宋啊 你们倒是说话呀 哎 你知道吧 哎 你知道 真假的 是吗 还真的 这才几天 你不害臊 你真不害臊 你真是 什么事啊 听说了吗 那个沈庙 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你真是 和我 铁牛 家里过年吗 没有吧 家里难得聚得如此齐全 要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那去世的爹 又给我添了个新弟弟呢 宋三 你别嬉皮笑脸没个正形 我问你 沈妙肚子里的孽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容宋某提醒一句 妙妙乃是我宋某 八台大教取回来的正房娘子 这孽种两个字 还是留给我四弟用比较合适吧 你 好了 姐姐 少说两句吧 而今城中风言风语 这三公子的心理也不好受 你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姨娘们也是关心你 而今宁州城中风言风语 这沈氏腹中之子 宋家是断然不能认的 事到如今 为了宋家名胜 你还是早日休妻为妙吧 姨娘说得不错 将妙妙母子逐出家门 断了沈家对我的助力 然后找一个乱七八糟的新夫人 将咱后宅 断成一锅粥 那才是万事大吉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说的自然是咱宋家的老话 说明白了 两位不就是想要家主之位吗 有能耐的话 来抢便是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爹临终前把家业交到你手中 为的就是护着我们孤儿寡母 平日里胡闹也就算了 出了这么档子事 你让我们的脸往哪儿搁 你对得起你爹吗 有能耐的话 让我那去世的爹 亲自来找我吧 两位姨娘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你 你给我站住 什么 这萧太医确诊为三个月 朕明明下令让她说是四个月 怎么会 皇儿 可是你暗自受益萧太医的 母后不也悄悄下旨 让太医把孩子判给宋家的吗 哎呀 哎呀 是 萧太医 太医何在啊 哀家倒是要问问 这国医胜手 究竟是怎么回事 回太后 自从那日诊断之后 萧太医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想必 是害怕陛下与太后的责罚 畏罪潜逃 真是荒唐 这 这归根结底 就是那个沈妙之国 现如今灵州城 实乃世风日下 道德沦丧 皇儿啊 你看着好好的一盘棋 都让沈妙给搅了 此女不除 裴宋两人难为我们所用 母后 万万不可呀 我已经答应了裴亲 更何况 您不也想用宋西远啊 哀家只不过是叔叔罢了 这沈家之才 亦可有些用 这可是大人啊 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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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公公可是老熟人了 怎么今日有空来我们沈家呢 沈老爷也别跟咱家套交情了 实话告诉你 今早 太后娘娘用了沈家进贡的新名 谁料 不出半盏茶的功夫 娘娘便上吐下谢 奉提有爱 陛下急命查封沈家米航 倘若娘娘无事则怕 要是生了什么毛病 沈家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我们沈家向来做的都是本分生意 怎能出此纰漏啊 还望公公帮忙通传一声 就说我们沈家愿意配合一切调查 还请陛下相信啊 沈家做了什么事 您最清楚 要想太后娘娘好起来 可必得去了她的心病才是 沈老爷 您觉得呢 是是是 老爷 这 这件事先不要告诉小姐他们 是 沈家米航遭到查封 千真万确 而且是太后亲自下的质疑 你说 她这举动是为了什么 最近灵州城 颇有些关于妙儿的传闻 只怕太后觉得有所皇家颜面 便小城大戒 既然是小城大戒 固断时日等风都过了 自然就会好了 不论太后也或阴谋 都不能危及妙儿 展愿 你跟赵普多他们带人去护着沈家的生意 有什么情况随着向我禀报 行了 你先管好你自己吧 上次厮杀过后 太后肯定怀疑你身怀无疑 这段时间你好好在家养伤 莫要禁止妄动 放心 我心里有说 妙妙 怎么了 我这一听到消息 我马上就过来了 我还以为这半路上 那个姓陪的又来找你麻烦了 实在是吓我一跳 怎么了 你这是想念 宋家了 宋许远 咱们和离吧 十一年和你说了什么吗 还是裴颖真 这些都不重要 宋三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也对孩子好 但是我仔细地想 我觉得这场婚事对你来说是不公平的 特别是如今 人人都在说我与裴颜真之事 这对你 对宋家 在你眼里 我是会在意这些事情的人吗 自然不是 我正是拿你当朋友 我才不想害了你 我听旁人说 女子怀孕的时候 本来就比较容易胡思乱想 你画本子看得又多 自然容易如此 好了 你好好待在沈云吧 我每日都会来求你的 宋三 陈红之前你答应过我的 无论我任何时候想要合理 你必须答应 我是认真的 我和黎叔都已经写好了 你盖章吧 又是我反悔了呢 什么 我说又是我反悔了呢 妙妙 当日你也说过 你我都是商人 最计较的 就是利害得失 如今你腹中有宋某的女儿 这跟当初我们约定的 本来就不一样 如果我放你走了 谁来陪我这个宝贝闺女 那 倘若 倘若这孩子 真是培养真的呢 没有这种疼若 也没有什么合理 我反悔了 正所谓无奸不伤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所以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你这是骗婚 我哪里是骗婚 谋取私利叫骗婚 我宋某一心只为了你 何罪之友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是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爹 您取这么多珠宝做什么呀 没什么 省一省的事你不必操心 可是 对了 爹 这几日要出趟远门 你且安心在家养胎 不要轻易出府 明白了吗 爹 若是家里遇到什么难事 你一定要同我说啊 知道了 走了 李英 你觉不觉得 此事有点不对劲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 那箱子里面加起来 足足值数万银两 什么样的生意 需要这么多钱财 家里会不会是 遇上什么难处了 总之 现在这个紧要关头 我要赶紧把自己 合理之事处理好了 不能再给大家添乱了 嗯 小姐 咱们有必要穿成这样吗 大侠夜行都是如此的 咱们这次偷偷蒙蒙来 为的是偷走宋喜远的私招 要是被跑人发现了 如何是好 可你好歹是宋家少奶奶 咱们为什么不走正门啊 你千万问哪个大侠 是从正门走进去的 总之 今天你一定要配合 千万不要出什么岔子 可是 别可是 进去之后再说 公子 陪大人到了 陪大人深夜来访 又为了什么 宋公子也是商场中人 想必沈家之事 也有所耳闻 我倒想问问你 到底和妙妙何冤何仇 要害她到这个地步 此言何意 名人不说暗话 我和太后已经达成了协议 只要阁下 不再搅和我和妙妙的关系 太后就不会为难沈家 虽然我不知道 陪大人到底哪里得罪了太后 但是为了妙妙的安全 还是请你别再接近她了 三公子真的认为 太后之言可以相信 三公子因何目的接近沈家 裴某不怨款 只是妙儿是无辜的 不论你我二人如何交锋 都不应波及于她 真巧 宋某也是这么想的 裴大人有什么想法 正所谓局势如期 分酒必合 裴某也不愿数三公子 这般可怕的敌人 既然都是为了妙儿 不如你我二人合作 合作 怎么个合作 该不会是将她腹中的孩子 劈成两半吧 孩子之事尚且不论 不知三公子 对皇商之位可否动心 你有法子 裴某乃是陛下之臣 太后独揽大权日久 陛下早有不满之心 倘若三公子愿以弃暗投名 陛下自然愿意 许三公子皇商之位 可是宋某也知道 这天下没有白痴的宴席啊 说吧 裴炎镇 除了妙妙之外 你的条件是什么 待宋记商后 在京城开谱之时 裴某想要三公子 当我的耳朵 这裴大人就如此信任我 认定我甘愿为你驱使 比起说信你 不如说我相信你 唯利是图的商人本性 何朝珠子 唯有我 可以实现你心中所想 长夜漫漫 宋某还有很多 可以跟裴大人慢慢聊的 大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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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哥 这宋柱里敬你跟裴大人最熟 你说这宋夫人肚子里的孩子 最近是不是他们大人啊 你们呀 还是太肤浅了 咱们宋 咱们大人 那是何等的英明神武啊 那是宋三那斯坦 都比得了的吗 比不了 所以呀 就这事啊 根本就不用怀疑 不 不怀疑 走 是他吗 是啊 原来他对我有意思 啊 啊 宋三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既然找不到丝业 我只能自己亲手 做一份你写的修书了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啊 三哥 三哥 你在吗 你在做什么 哎 娘 你怎么来了 我 我看三哥这儿亮着灯 问他借点银子试试 你是不是又去喝花酒了 没有 拓展业务跟朋友玩玩 娘 您不是说陪大人来府上了吗 您说我要是现在过去 是否能结识一番呀 放心吧 有娘帮你谋划着 娘专门顾了一批江湖人士 在裴大人里府的路上刺杀 且使你出手相助 这救命之恩 裴大人还不得永泉相报 可是娘啊 素文培大人 智慕过人啊 这倘若被他发现了 这刺杀之事 我不干 放心吧 如今他与你三哥 正因沈氏闹得不可开交 你说这刺杀之事 会是谁之事的 那如此一来 这宋家家主之位 岂不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行了 快走吧 呀 高明啊 我要就这么走了 恐怕再难做成修术了 可拍眼睁头 宋某与裴大人 还真是一见如故啊 过往之事 多有得罪 还请裴大人一定海涵 宋公子说笑了 能得宋公子这样的知己 乃是裴某的荣幸 那么 我就等待裴大人好消息了 宋公子放心 只要你能及时 将太后的消息传于我 裴某定不负所托 一定一定 有请 下 裴大人 慢走啊 对了公子 今天晚上 好像有人进了您的书房 肯定是小五母子那几个蠢货 无妨 他们闹腾不了多久的 公子 您怎么就能肯定 这裴大人 能帮您夺取 这皇上之位呢 甜妞啊 你瞧瞧我 我看起来像个傻子吗 那您还跟他合作干嘛呀 若非如此 我如何把他玩弄在鼓掌之间呢 裴眼珍这个家伙想跟我斗 还太嫩了一些 公子啊 您这不是骗人吗 错 我这是骗姓裴的 不算骗人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干什么呢你 把他给我绑了 带回去领赏 你们是何人 竟敢行刺本官 兄弟们 上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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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尘俗世多少青池 难残情之一字 若重来一次不再吃 未愿你长安一世 别问此心之欲不知 奈何情之一字 一旦入固便是相思 纵生死也算只是 顺序出来有迷失 可我在等的人他不知 你我之间未完的故事 要如何许写生世 月生月落又离日 只想守护你白发青丝 许想和你永远的梦事 敢为你一念生殖 原来是相守相知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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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